好 紧接着来 我请大家谈一下苹果 这个我们看到美国 这个两大公司 波音也是扼号连连 苹果更是扼号连连 双扼号齐发 那开年之后 就是地域开局的感觉 1月5号苹果的收盘又跌掉了 0.4% 那2024年光是四个交易日 全部黑黑黑黑 周线下跌了5.9% 什么概念蒸发 1770亿 注意哦 是美元哦 1770亿美元 太可怕了 然后这个噩耗还不够 纽约时报说美国司法部 正要准备向苹果公司提出 反垄断的诉讼 太好了 政府部门再插一刀 那之前的噩耗就是巴克莱的分析 巴克莱大家知道 在国际间很有分量 把苹果的股票从持有下调到低配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投资机构等等 也是一样 不断地由加码调到中理 二号三连发 对 这两家公司现在都遭遇到很大的挑战跟问题 就像刚才大使提到的波音737 MAX这一款 那么这一款好不容易有一些国家让它复飞了 现在这个机门又掉下去了 我看大概接下来它要复飞的日期恐怕就更困难了 甚至现在有很多国家虽然它没有737 MAX 它是禁飞的 它就不同意让737 MAX飞进它的航空识别区来 还有很多国家是这样的 那这款飞机当时之所以会被禁飞的原因 是因为它在印尼跟在伊索比亚这两场空难 都是同样的模式 在起飞没有半小时就掉下来了 所以当时外界评估是它这个飞机设计有问题 它的飞机驾驶在起飞的过程当中 驾驶跟电子导航在对抗 所以导致到这个飞机失去动力就掉下来了 那737 MAX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它的阴影是一直存在的 那苹果的股价为什么会跌 尤其是大家听到刚才秀芳讲的是 光是今年到现在就今年元旦开始到现在 不过就是五天就跌了5.9% 就跌得很大 为什么这么深度的跌下来 其实几个最主要的原因 巴克莱的分析师认为 苹果的销售已经到了顶点了 那么甚至他们预期 接下来的这一年全球的经济景气 没有那么乐观 那么在这一点上 他们就认为苹果的价格这么高 经济景气又不乐观 然后现在显然看起来 它已经触顶了 那么接下来要再增加营业额有困难 可是第二个关键因素 是跟中国大陆有关的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大陆 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有两个问题 苹果在中国大陆的销售会踢到铁板 第一个问题是 中国大陆现在自己也在进行经济转型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 苹果的价格这么高 那么苹果到底还能不能够维持 像以前在中国大陆这样的销售量 另外一点是因为 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禁用苹果 就中国大陆现在很多的官方机构 已经禁用苹果了 这个也怪不得中国大陆 是你美国坐在前面的 你先做初一 所以他也只好做十五了 就是你进人家的手机 你就不要去怪人家进你的手机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市场对苹果是有多重要 就当中国大陆市场在 这个苹果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不下去的时候 苹果的股价就硬生下跌了 那更不要讲到刚才秀方说的 现在美国这个相关的司法部门 还要针对苹果的一些专利的问题 提出诉说 它有可能要赔一大笔钱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苹果 当然是面临到了很大的挑战 那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这几个 好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伊朗 在这个北京 在去年大家看到了 这个沙伊在北京的协调之下 沙伊和解识破天津 但是这个不太寻常 这沙特的媒体登的 1月6号2023年12 去年底开始 中国大陆跟伊朗的石油贸易 陷入了停滞 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撕毁了之前的合同 要求中方进口企业 提高石油的价格 它要涨价了 没有达到钱 价格不满意 它就不交货 那11月份呢 伊朗的这个卖方告知中方 他们把在12月跟1月交付的伊朗 亲职缘由折扣缩小 缩小 所以韩兵你怎么看 坐地起架 现在端起来了是吗 这个是蛮特别的 因为伊朗跟中国大陆关系一直不错 是啊 而且他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中国是他少数几个朋友之一 所以他对中国大陆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我个人认为有点不太寻常 就是有这层关系 再加上此刻我们看到这个美西方对他的围剿啊 威胁啊等等 照理说他应该格外需要中国这个朋友 因为其实 现在就是美国西方因为 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 那他们一直指控伊朗就是真主党啊这些 这些组织的幕后的这些提供武器资源的国家嘛 所以美国一直在对伊朗进行很多活动 那在这种状况下理论上来讲 他应该要跟中国大陆站得更近 那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去 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我个人是觉得恐怕有一些背后其他的因素 是不是因为中方也做了哪一些要求 那这些在台面上 他目前没有把它拿出来 那可是即使是这样子 你看他那个原油价钱 就是还是他每一桶还是比布林特原油低5到6块钱 其实他还是很便宜啊 他还是便宜很多 所以表示他原来给中国大陆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 那他可能是觉得说 你现在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 因为俄罗斯的油也卖他嘛 然后伊朗的油也卖他嘛 那现在他可能觉得说 以他现在状况应该是可以把价格再提高一点 所以他希望中国大陆这边能够调整价格 那我觉得现在还要看中方这边的反应 因为中方这边 他现在因为他跟俄罗斯这边关系现在非常好 那俄罗斯的石油 主要也就销往中国大陆跟印度这个地方 所以对中方来讲 如果伊朗要的价钱太高的话 或许他会考虑暂时 那你不给我我就暂时先不要 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症结点还是在 中方跟伊朗之间到底出现哪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看他们后续的一些发展 才能够做一个定论 那这个问题如果本身没有解决的话 我是觉得恐怕伊朗自己本身 会面临到更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的油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卖 美国其实一直在截他的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你在失去中国大陆这个大客户的话 对伊朗恐怕未必是有利 对这个价格的竞争 本来是商场的常态 但是我们看到伊朗就不太寻常了 放在大的这个国际的政治背景之下呢 就觉得伊朗在这个时候这个动作 引发了国际全球关注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大家订阅 订阅 每日都有 欢迎订阅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